11月11号凌晨六时许,共计396千克的45件包裹坐上了G702次高铁列车,从哈尔滨西站发往大连方向。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,今年双十一电商活动期间, 哈尔滨铁路部门科学配置管内高铁动车组级、朴素列车行李车等运力资源, 推出多项运输新产品,为电商快递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运输服务。 在这次双十一电商黄金周呢,我们推出了几个产品呢,作为新的亮点, 那么一是高铁当日达寄送,就是寄收寄送寄运这样的一个产品, 那么同时呢,第二个呢,就是我们推出了特需产品的运输, 比如说这个采取押运的这样的一个增值服务, 第三个呢,就是医药冷链,第四个呢,就是这个冷纤食品的三达, 第五个呢,就是精准扶贫特需班列。 据了解,今年双十一电商活动期间, 哈尔滨铁路部门推出哈尔滨至沈阳、天津、北京等方向, 以及黑龙江省内七七哈尔、大庆、加木斯、牡丹江等, 共计56对高铁载客动车组提供快运服务。 好多产品能够做当日达,哈尔滨到北京,哈尔滨到大连, 到青岛,到沈阳,这样我们都可以做当日达。 为确保货品安全运输,提高货品装卸效率, 铁路部门在哈尔滨站、哈尔滨西站、 七七哈尔站、大庆西站、加木斯站、牡丹江站、 开辟独立货运进站通道和安检仪, 严控、易燃、易暴等危险品和国家限制运输的物品托运上车。 车站还设置高铁货品仓储专区, 由专人监控装卸作业过程,货品分类摆放, 并安排人员随车监控,确保运输途中的货品安全。 三号设想根据要求,就是进行了单独的流运, 主要是进行快教的装载,不进行旅客和货物的混载, 两端的端门都进行了关闭, 然后咱们能看出咱们的这两两已经进行了雨, 也是进行了下拉。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, 今年双十一电商黄金周期间, 铁路部门日均安排高铁载客动车组列车800列, 预留车厢的高铁载客动车组181列, 高铁确认列车22列, 旅客列车行列车450列, 特快电商货物班列6列, 总体运力投放,创历史新高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